原来烧肉粽是芝麻做出来的 离碗口水离外筋哦 一两的干种叶正常可以包一斤的糯米 种叶要提前泡水两小时 先用上等的腿肉切成块 再切一点酸笋 还有干香菇 糯米淘洗干净 锅中下少许油 先来把腿肉炒一下 加点老抽上色 盐调味 香菇泡完水一起炒 炒上色即可不用炒太干哦 酸笋也下锅扁香备用 锅中下油 也来把糯米炒一下 加点老抽调色 下盐调味 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太麻烦的 因为地方习俗不一样 有的地方包粽子是直接生米拿来包的 炒过的米不会夹生 而且很香哦 炒制的过程当中呢 加点开水让它吸收水分 开水不是一次性加满哦 而是边炒边加 接下来 来一个慢动作的包粽子教程 折出一个锥形 然后呢 放在虎口这个位置 先在底部填充一点糯米 再加入调好的这些配料 最后再用糯米把它盖住 把表面压平 种叶子盖下来 要比这个平面宽 两边捏紧 最后再封口 把脚折下来 这样就能明显的看出四个脚楼 再用棉绳 绑两个死结即可 我是真心教做菜的 如果觉得对你有帮助 那就关注收藏吧 当你不知道吃啥做啥 可以来我主页找灵感 半个小时 包了这么一串 还可以吧 水开之后 下高压锅 中火压二十分钟 压完之后打开看看效果 刚从锅里拿出来 实在是烫 这一笔 是烫 的 是烫 的 是烫 那 是烫 是烫 是烫